被爆出案925上班的南部紡織大廠 週二上午繼續廠區大消毒 就連停車廠也不放過 無論是員工還是廠商來訪 都要戴好口罩向警衛登記實名制 不過有人在網路留言 指控這間公司不斷要求員工出差 接洽國外品牌 還有說不出差就等著隔職 甚至疑似員工PO出去年公告 公司要求駐外同仁去年2月18到4月18 兩個月暫停返台 但研發跟業務單位出差不暫停 如果員工出差的話 第一個我們也沒有去強迫員工出差 而且我們是強迫員工 像最近都是強迫員工要戴口罩 公司主管否認疫情期間還要員工出差 從今年1月開始全面禁止員工出國 另外也要求員工一定要戴口罩 就是因為前一天有員工PO文爆料 指控案925沒戴口罩全公司怕怕燥 還只消毒兩個單位 他會在研發部分那邊 他會去走動 但在其他辦公室或怎樣的 他是不會跨部門的去跑來投進 案925去年10月外派美國 今年1月回國 在列為旅遊警示前回來 主管解釋案925全程都有戴好口罩 也很少去其他部門走動 週六日及週一 每天都全場打消毒 可能是爆料員工放假沒看到 另外也透露目前匡列的16位居家隔離同事 以及案925的蹊跷檢驗都是陰性 也讓一度被電優可能往社區擴散的南部疫情 稍稍獲得喘息 記者鄧銘綜合報導